今天就臨時量度了一個 topic 想說一下演技那樣東西 我們溝女其實會有幾種模式 那種模式是可以轉換的 那種模式是有意識轉換的 今天就粗略地把不同模式告訴大家 一些個人經驗 還有講一下 Nice Guy 和 Bad Guy 他們常用的模式 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怎樣互補兩個模式 Bad Guy 和 Nice Guy 的平衡 首先我們新認識一個朋友 我想大家或者 Nice Guy 都很擅長一件事 就是搜集資料的模式 我們叫套料模式 我暫稱套料模式 是一個模式 就是一種形態 你想在它身上拿到數據或者底牌 那時候你就會有一個很理智 很好奇的模式 這個套料模式 很多人認識朋友 最初五分鐘都會有這個套料模式 好奇模式 通常就是問對手的隊員 例如歲數 住邊 一些基本層面 套料模式都有很多層次 套料術裏面 譬如最基本的 醫食住行 你知道它的基本 OK 好了 這樣再深一層次 就是我經常講的情事 即是你怎樣透過情事出來 有效地講到它的情事裡的故事 這是第二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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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層次 當你能夠打入第三個層次 你其實很接近F-C的位置 就是那個性愛的歷史 就是套料術最高境界 就是能夠 可以觀察到它的人 知道它的情愛或者性愛的歷史 甚至從它的口中得知 直接說出來 這是最高的層次 簡單地說 你已經跟它 是一個很親密的朋友 有一個很短時間 成為一個很親密的朋友 他連第一次給了給誰 怎樣搞 都跟你說 所以有些網友常常想說 我跟女兒有什麼好談 只有這三種層次警戒 假設你成功地問入一些情史 這些東西 都不錯 因為很多女孩 連性愛的世界都沒有踏入 即是性愛的部分是零 你再踏入它 它都會性事提反 甚至都沒有什麼經驗 都沒有告訴你 好了 這就是一個兔鳥模式 我們怎樣去提升這個技巧 其實就是 譬如我們第一層先 最容易的 醫食住行 誰人都可以說 誰人都可以問 你住哪裡 上班住哪裡 你以前學校讀哪間大學 之類 就是用一點點的話題 引起一個巨大的廉意 就是我提起一點點東西 原來你也是讀廣大的嗎 我也是 然後就說起 以前有個老師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就有一堆共鳴 OK 這個最底層 好了 但是你約到出來 坦白說 你是想跟它進入情侶關係 不是吧 你說這些都是很表面的 然後你就可以上一級 試一試說一下情史 問問它 你拍過多少次拖 你說一下你的故事 你第一次拍拖的經驗是怎樣的 我好奇想知道 你說來聽聽 它Welcome 當然可以說 如果不Welcome 你也可以視之為 它是有些蛇的 有些狡惑的 就是這樣 好了 喂 情史又肯說了 跟著就 其實 你可以在這裡停止了 情史若我知 你性愛史 要怎樣做呢 當然你可以直接問 可以直接說 也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轉模式 你轉了另一個模式 那個模式就是霸氣模式 霸氣模式 霸氣模式就要加少少身體接觸 也是有帶點鹹濕的模式 因為你要像大氣層突入 就像高達一樣 衝進去大氣層 要是Burn 要是整格 要是整格高達Burn 要是成功落地球 只有兩個結局 因為有些女生很能抗拒 即是很能抗拒 你觸碰她 或者入情侶模式 不要緊 但你入情侶模式 你一定要嘗試去進入 每一次約會 都要嘗試去進入 很多Light Sky 他們流於 為何追求不到女生 就是幾次約會 都沒有入情侶模式 Bad Guy和Light Sky 入情侶模式 有些不同 Light Sky 通常會測試 或者說 即是我們俗稱的表白 Bad Guy 就不會表白 OK 直接拖過去 或者搭一搭她肩膀 我們就用Bad Guy模式 霸氣模式 所以有時候套料套到差不多 要轉模式 不要一直整個Dating 在套料模式 有時候套夠 有時候是 即是一個點 你若不都知道她的性格夠 轉模式 Bad Guy模式 可能是先來試水 打一搭肩膀 服從 拖一拖手 即是我經常說出手 我經常跟網友 你有沒有出手 就是講你有沒有轉 將自己轉化為 霸氣模式 或者Bad Guy模式 即是 即是表白這些 就叫做下巴 已經是 為甚麼Light Guy模式 不成功呢 就是因為那個框架 你簡直是做了下巴 你表白 給它選擇 即是好像一件立 即是你變了一件貨 你問買家 你買不買 yes or low 這樣 那個框架不漂亮 setup不漂亮 但Bad Guy 就不是 就好像你是一件貨 現在我拖你了 我就試一下你的手感 那個形作完全不同了 已經是 當然 Bad Guy模式 或者霸氣模式 這樣就是 有幾種的 演技包含裡面 即是一來 你要有一個常飽位的演技 食忍住它 即是你發覺它有些 逆你的意思 你更加要即時搏它 什麼不制 什麼遲些先等等 你要即時反駁它 當然不是逼它 你要反駁它 封所有的 種種的藉口 所謂Bad Guy模式 最難的地方 就是那個反應 你怎樣封它的藉口 是很難的 即是怎樣遊說一個人 去做一件事 是很難的 尤其是去到FC的位置 有last minute 又不斷有抗拒之類 這個是很考的技巧 通常Bad Guy模式 一定是要加身體接觸 為什麼呢 因為你加身體接觸 你才可以令到那個人 猶豫不定 好 情況就好像等於你去買一部手機 那樣 那你 喂 唷 你買這部東西 這個Stack 挺好的 很漂亮的 只有一個講字 好 另一個銷售士 就很聰明 他什麼都不說 帶一部手機給你 你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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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決定買不買 你拿著 你拿著 你拿著手 然後掃 你發覺手感幾好 然後就會買 這就是人類觸感的反應 會令到人產生一種更加深刻的體會 我長期跟女生相約都有一種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定會出手 一定會有身體接觸 一定會先拖一下她 你會感覺到她的手感 你便會決定買不買這件貨 很有趣的 有時你可能見到這件貨 不太漂亮 但你拿上手 又真是正 然後你就會覺得這件貨是實用 所以你就會覺得 真正了解到自己要什麼 有時你未必真的要那件貨 要很漂亮 反而是要那件貨實用 就好像選女人 你反而有時選一個老婆 或者選一個女朋友 你不是要她一個臭蟹靚女 美女臭蟹革 反而是一個可能中中間間 她的樣子 過得我 即是過得去的 但拿上手是真是舒服的 所以有時 悲惨男人 會比lice 男人 會更加認識女人 那好吧 試問 有什麼女人不喜歡一個 更加了解她的人 不是一個 mental 上的了解 是 physical 再加上 physical Bad guy 就很擅長這件事 就是她套料有一首 知道你所有事情 你的故事 因為lice guy 其實永遠都是留在第一層的話題 不敢上去第二格 甚至第三格 最頂性的話題上面 其實你還沒認識她 你以為她很純 原來她是 player 你踩進去才知道 你以為她是 player 原來她還是處女 有些這麼吊詭的故事 你還沒踩進去 你就在第一層 用第一層去猜她的故事 那是浪費勾氣的 好了 當你轉了到 bad guy mode 其實這個 bad guy mode 你選一個時刻 總之就是一個dating 裡面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你選一個時刻 選一個時刻 就出手了 方便你去拖她 踏她 踏她的波頭 那你預了 轉那個 bad guy mode 那時候 是有少少不禮貌 是有少少霸氣 即是你預了 就是易里爾 跟她鬧場交 好 順利易 這樣就可能 很順利成為你的女朋友 目的只有一個 進入情侶 mode 情侶 mode 今天講到幾個 mode 首先就是 刮料 資料搜索的 mode 第二個 mode 就是霸氣 mode 就是 基本上你要長期開著它 基本上就是 它會被霸氣的 收一點點 因為 你如果被霸氣太強的霸氣 它會收拾了資訊 完全不告訴你 所有底牌全部收了 有機會是 所以有時候 我就會評估一下 這條女的能力值 很簡單 看看它的水溫 譬如它離航離那 是走到離航離那 不要緊 我不會出手 其實可以出手 可以轉成霸氣 mode 但對於 那場戰役裏 如果我搜集多些數據 多些資料評估的話 起碼對我人生的Database有幫助 我有沒有知道這條女的故事 為何她會有這種性格 為何她會有這種水溫 可能她有兒子 她拿來找你來攝影 所以她就離航離那 幾人看到 但你都要刮料 但如果你出手 就可能當場被霸氣了 但也沒有問題 結果差不多 在於打情報戰來說 先拿一點情報 我通常有一個做法 好了 當我問情史 甚至嘗試進入Sats Talk 進入就進 進不了也不要緊 去到情史這個位置都停了 就夠了 其實問你大概套料半個小時 你套了 我曾經over time 有時女生很長氣 她真的很完整地說故事 我曾經試過 我真的在咖啡室 在咖啡室那裡 聽了她兩個小時 但沒什麼所謂 你多些資料 多些數據 好了 通常我就是 為何我說 你出去吃飯之後 轉Mode 立刻轉Mode 變回Bad Guy 變回霸氣Mode 好了 你搭她 拖她 看看過不過多關了 如果她隔手隔腳 霸氣Mode 教她 教化她 看看她聽不聽 即是你要將這種東西平常化 你說 喂 有時我會倒轉 給一些sheet test 給那些鞋女 那些鞋女會說 喂 這麼快 然後我倒轉 給一些sheet test 你跟兒子約會沒有拖手嗎 不是說 哈哈 拖手很平常 你不要告訴她 你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被拖過 然後又可以試探她情愛史 順便 她說 當然有 怎樣怎樣的 我之前男朋友怎樣怎樣的 你又知道多了 然後呢 既然你知道多了 其實她 又順便瓦解了她的信任 不是瓦解了她的戒心 她說多了給你聽 其實她便開始相信你 除非她說 關你什麼事 不是 總之我接受不到 那些其實就是鞋女 直接 burn她 不需要去留感情 我理得她多漂亮 鞋就是鞋 很多美女 在這裡自怨自艾 為何兒子不喜歡她 就是這些鞋格 碰下你 了解一下你的故事 全部說了 那你就不要加黃 可能普普通通的女孩 小鳥之類 有那句講那句 又充滿正能量 鼓勵自己男朋友 大哥 你覺得我會選誰 我不會說 小鳥腦尾 選你的樣子做花瓶 這個不能碰的花瓶 有什麽用,沒有用的 接著要留意 還有一個模式,就是色模式 色模式 這也是一個Bad Guy 重要模式 色模式當然不可以亂出 色模式是當你入了情侶模式 拖了手 藉由一個簡單的禮儀 然後你又感覺一下它的水溫 就算你拖手 也有一個距離 究竟它真的貼著你來拖 它的身體還是貼著你 甚至是離航離縫地拖 也有少少不同 甚至是它的手的壓力 它是壓著你 甚至是手會搖搖搖 也有少少不同 很簡單 先看看 假設,如果女兒拖它 它整個球邊壓在你的手臂上 很高水溫 很高水溫 真的在那一刻,你拖它那一刻 真的進入情侶模式 因為情侶模式 你進入情侶模式 也有分真和假的情侶模式 也要分真水溫的情侶模式 假水溫的情侶模式 有些網友教了它拖手 然後它說 不行啊 這女兒 不受尷尬 但是你要再細分 它是演戲而已 但比你沒有拖過它 沒有拖過它這樣 burn 起碼 你連回憶都沒有了 你起碼拖過它 我都說你像個男人 只不過你感覺不到它的真偽 它是演技的真偽 因為我說這些模式 女人也有這些模式 女人也有兔鳥模式 評估模式 通常他們的評估模式 是在測試遊戲上做的 所以為什麼女人這麼懶惰 喜歡測試遊戲呢 就是在那裡評估 你 即是哪樣東西夾 興趣 背景 金錢 看看哪裏夾夾夾 夾完才出來 有些嬉女很懶惰 當然我們快來快往的 就不會進入它的框架 直接約 你出來又再說 你不出來就算了 BURN 就是我找女人的途徑一大堆 每天一堆電話進來 我用鬼拘留你 約會了10至15分鐘 我又要花時間 你又要花時間 每天一堆電話 一起出來評估 因為文字評估根本是浪費 我又說過 為什麼要出來呢 因為 你還有身體的部分 你是不知道的 這件事很奧妙 如果一條嬉女知道 其實我也想見一下整個人的氣場 他通情達你 自然會順從你 好吧出來見面 如果不是 有嬉格的 他就會大量評估 他會順從你 有些網友問我 測試遊戲怎麼玩 我見到那條嬉女 一大堆問題 已經知道那個性格 是很差的 一大堆陰影自己未解決 寄望將來的男朋友 幫他逐一解決 即是基因差而已 基因差哪有夠的 所以我永遠教一些網友 都是說很簡單直接 你確定約會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測試 你反正你都想不到有什麼話題 就不要想 他想到什麼話題 跟你說的 你就回答他兩句 你確定約會就可以了 一來你可以保持一個神秘感 表示你好忙 亦都有一個神秘感 二來 你更有效率 你用那些時間做自己的事 找其他女兒 逮捕其他女兒更好 跟有陰影的嬉女吹水 其實沒有意思 好 情侶模式 入了之後 便是咸濕模式 咸濕模式 就是拖纜石 拖纜石 拖纜石之餘 可以再刮料 再轉成刮料模式 所以這幾種模式 是很奧妙的 可以互相轉換 突然轉換 你可以拖完手 嘴完之後 咦 你好好奇 開始 又刮料 你說 喂 你都幾好嘴 你以前一定是嘴不少 嘴不少兒子 乘機 趁機又找一下她的性愛史 情史 那樣 你便會在一個約會中 知道很多事情 而無需斬件上市 有些網友問 喂 你追女兒這麼慘快 怎麼會認識到一條女兒呢 其實是倒轉 很多兒子認識一條女兒 就斬件上市 因為我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我以前就是走了Light Sky 斬十幾二十件 總之 這個Dating 有一個主題 就談這件事 經談這件事 永遠留於第一層 吃喝玩樂那一層 是好想吃好驚 我可以跟一條女兒 吃喝玩樂 聊兩小時都可以 但你進不到第三層 其實基本上是差很遠的 第三層才是說 一個人喜歡你 這是一個傲備 永遠都是跟性有關的 如果你在Dating 沒有談及性的話 基本上水溫不會很高 說性是包括Physical Touch 即是你跟它有身體接觸 即是跟性牽連著 怎樣製造一個高水溫的約會呢 其實你一定是跟性有關 我講過 性身體接觸 身體接觸 你去到哪個地位呢 拖攬石 FC FC是最高的 等等 有些人 知不知需要知道 你第一次FC它 當你第一天FC它 它都可以Burn 都可以Burn 所以基於利益最大化 為何你有得FC 或者拖攬石 不盡做呢 要留待斬件上市 但斬件上市 對你認識這條鋁 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反而一次過 就算你去到FC 你都起碼認識她FC的位置 真的 真的脫衣衣 對呀 喂 屌你老尾 我每一條毛都檢查過了 啊 就是 起碼真正正正 就是徹徹底底的認識 喂 你當日知道 屌你老尾 這條鋁沒有球 哎呀 死了 我倒是真的對著 沒有球的鋁女 丟鋁 然後你要反省 喂 你再決定 好過你 屌你老尾 哎呀 好成功 我丟到這條鋁了 這樣 然後你發覺 又面對同一個問題 哎呀 這條鋁沒有球 嘩 我丟不動氣 怎麼動氣 那你又會 其實你是浪費了30個約會 去認識一條系列 為什麼你不一個約會 搞定所有東西呢 這個就是 Bad Guy 和Light Guy 的分別 這樣就 今天做個總結 有幾個模式 大家是一種演技來的 所以要知道是演技來的 你要去轉換 但當中 每一個模式 都有它那個 級數之分 今天很籠統說了幾種模式 就是 惹了模式 套了模式 霸氣模式 就是當你進入情侶模式 之前 要撐起霸氣模式 開著霸氣模式 即是你已經預計了 有一些抗衡 它是 你想要怎樣拆 到時 當然 你不能強制它 我講過了 你只能夠 很游說 很有說服力 講出你的理據 這是霸氣的 很充分的理由 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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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講一句 然後你就縮 這個就是霸氣模式 因為霸氣模式 就是 令到別人 去純服你 不是 去純服一條女 的一個重要模式 霸氣模式 好 接著情侶模式 進入兩個人的關係 然後就是 涵濕模式 拖攬石 那時候 涵濕模式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我今天都沒有什麼 篇幅去講 總之就是 是很講 你進入了情侶模式 很多事情就是 你可以做得 可以拖得 可以 可以攬石 你又不做 怎麼會升溫呢 就是 有時候要靠涵濕模式 可以升溫 這四種模式 大家今天去 嘗試去 領會這件事 去理解這件事 好了 今天講到這麼多 如果愛情有很多問題 你也可以E-mail給我 想玩 Day Game Light Game Light Game 都可以的 多謝收聽